这是产后的虚作 咱上的哄喊 就加上性化工程 吃了这服药 休养几天就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来来来 谢谢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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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啊 你这事 你妈都跟我说了 这都是命啊 爹 我的孩子没了 他怎么能就没了呢 我的孩子 他 他不可能离开我的 我给他封了鞋 他还没来得及穿呢 他怎么就能走了呢 鞋子 去找鞋 你别着急 我去找鞋子 鞋子 鞋子 你别着急 我去找鞋子 你藏上 事实在是这样 那怎么说 他鞋子 自己把孩子送上门来了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找出行为了 不过 他那个鞋子 瘫得要死 所以我找了个借口拖着 等您回来 再定夺 谁在大门口嚷嚷 你说 你们通报一下吧 不行 不行 我要去看我的亲家母 不行 你们别耽误 怎么了 谢太太 孙子 孙子 闭嘴 别骂人 我 赶他出去 走啊 走 太太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太太讲 走走走 我有事能跟你说 让他进来 三手 进来吧 说吧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太太 其实也没什么太重要的 就是想跟太太说呀 姓梅把孩子生出来了 是个带伴的 想跟你们一起啊 喜庆喜庆 还有就是这孩子啊 他刚出生 他这儿啊 那儿啊 都得花钱 我的情况 你也清楚 这手头啊 忒紧 你说这个孩子啊 他要是个 小门小户人间的呢 也就算了 这姓梅呢 他 他好歹 他也是 你们谢家的人 生出这孩子 你说到时候 饿着了 渴着了 冻着了 那可都是给 谢太太脸上抹黑 也是给谢家呢 作孽 你要多少钱 不 不多要 这个每个月 十块二十块的 我看就够了 我就保证 把谢家后代养的 白白的胖胖的 朱姓梅生的孩子 怎么突然间 成了谢家的孩子 谢太太 您可别开玩笑 这这孩子 当然是您谢家的孩子呀 我不管是谁的孩子 告诉你 这个孩子跟谢家无关 把他轰出去 把他轰出去 快走 太太 这个孩子是你谢家的 你看一眼你就知道啊 这这这就是你家的后代 那好 你让朱姓梅过来 让他亲口告诉我 这个孩子是谢家谁的孩子 还有 我听说周老板那儿 都已经给朱姓梅下了聘礼了 对吧 我谢太太这事 你也知道 你别自作聪明了 你那些机灵狗事 能瞒得我们家太太吗 不是 这周老板 他是天天逼着我要彩礼 这 这 这我也没办法 可这孩子 确实是你们谢家的后代 刘妈 把这个孩子抱过来 让我看看 孩子倒是真的不错 不过就像你说的 养在你们家里 不是冻着了 就是饿着了 可惜了 是 太太 我看这孩子挺可爱的 要不 太太发发善心 把他收留了吧 我们谢家凭什么 平白无故的 养别人家的孩子 可是太太 你 好 算了 谢若 给他三十块钱 把孩子留下来 行 三十块钱那不行 那那这孩子我不能留下 送客 走吧 快点快点快走 太太那行 听您的 孩子留下 我 给我 献钱 把纸和笔来 立个字句 是 谢谢太太 太太 有吗 多可爱的孩子 要不 我们就把这个孩子 放在后花园里养着 好的 太太 还是放在你的屋里吧 尿了 饿了 你就多留点心 不管怎么样 也是一条小生命 下去吧 谢谢 谢谢 谢谢